主耶稣和安息日也是犹太人反对他的很重要的原因 耶稣是有回应他的 他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他说到安息日如果一只羊掉到坑 你会否捉上来呢? 所以他说在安息日做善事去救人是可以的 路加十三章十六节 这个女人是阿巴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十八年 是否应该在安息日选择他的捆绑呢? 所以耶稣说到安息日的意义就是能够那天得释放的日子 不只是那天什么都不能做 而是那天是一个释放的日子 耶稣就说到 祭司在安息日犯安息日 也不算是犯安息日 为什么呢?其中一个原因 就是如果行割礼的时候 刚刚是安息日 因为圣经说是第八日要行割礼的 如果第八日正是安息日 他都要行割礼的 这样的时候 他们在安息日受割礼 免得违背摩西的律法 那我叫一个安息日 在安息日叫人传好 你就向我发怒吗? 所以耶稣有说出不同的原因 就是他在安息日叫人得释放、得医治 还有他是安息日的主 安息日是为了人的 马太十五章三和五章 就是说到 不要因为遗传 而废弃了神的戒命 因为他们已经给父母做了奉献 祝福人 祝福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